好,那剛剛上一篇介紹的是歷史,邏輯的歷史 然後這一篇我來稍微給各位複習一下離散數學 那這個離散數學裡面的邏輯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那部分其實是在數學裡面很經典 但是有很多時候我可能是會有誤解 那第一個 我覺得布林邏輯給了我們對那個數學系統 比較深入了解的一個機會,因為他很簡單 那但是從布林邏輯來看我們可以去看說 那其他的數學系統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建構 那布林邏輯最基礎最基礎的是什麼 真值表 但是真值表並不是個系統啊 真值表你可以亂填啊,你隨便填啊 他沒有規定到底要怎麼樣 但是他還定義了一些東西 什麼東西 以布林邏輯而言,他定義了一些運算 像是哪些運算呢 and and 運算 or 運算 not 運算 至少他有定義這三個運算 才會形成布林邏輯系統 所以 一旦你定義了and or not的真值表是什麼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透過組合的方式 一直做and or not 然後去推出 所有的 邏輯組合 對 所以 數學裡面呢 要做推論 要做推論 那 這些推論其實是要靠著 邏輯才有辦法推論 數學裡面 不管你是用imply 還是用and or not 你最後要靠著這些運算才有辦法做推論 那所以當你 從前在學歐式幾何的時候 沒有教你公理系統 就叫你在證明 所以其實往往我們不知道我們在證實 但是從布林邏輯來看這一點會比較清楚 不會說我們不知道我們在證實 那日常生活的證明呢 譬如說柯南市的證明 就是 這個 這個 兇刀上面 有誰的指紋 那我們就說 那個人殺了他 但是這個在邏輯推論成立 好像 沒辦法用布林邏輯來推論 兇刀上面有指紋 就是那個人拿著這把刀殺了他 或許他只是剛好碰過 另外一個人 才是拿那把刀殺了那個人 所以 這種邏輯推論跟數學的是不太一樣 那到底要怎麼樣子才能夠說 成為一個嚴格的證明 那 這時候就數學的證明裡面 往往他不會 不會 除了機率統計的領域以外 他不會讓你說我證明他99%殺了人 如果我證明這條 這條定理 99%是對的 我們不會這樣證明定 那所以 通常 我們的數學證明會說 在這些前提之下 這個 這個結論 是100% 沒有任何的 不可 沒有任何的 不會發生 他是100%正確 那所以 數學的系統其實有點像 電腦 那他的公理是什麼 就是他的CPU 公理是CPU 然後呢 推論是什麼 推論 推論就是指令級 那你指令級可以跑出什麼 其實就是你推論會推出什麼東西 所以數學的CPU就是公理系統 那透過公理系統經過演算方式之後呢 去計算 某些定理是不是真的 如果說他是真的的話那就變定理 如果他不是真的 那就不是定理 那布林代數呢 只有真和假 所以 他的CPU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公理系 是什麼 以 布林邏輯而言 他的公理系統就是 and or not 的真值表 and or not的真值表 就是他的公理系 not的真值表長這樣 and的真值表長這樣 or的真值表長這樣 好 那 如果我們 想要知道某個 邏輯式的真值表呢 就只要 一直往上勾就可以 比如說 我知道S和Y 的 的 輸入排列組合 OK 那我就可以寫下 NOT S NOT S 就是S相反 所以是110 那我就可以寫 NOT S or Y 就是110D OK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一直 一直建構上去變成 你任何規則也都可以 用真值表的方式 去建構 但是這個 之所以可以建構 是因為你已經定義了 and or not OK 如果你要加一個imply 那你要先定義imply 如果你要加SO 你也要先定義SO OK 那有了這些 and or not 這些基本的運算 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 來試圖的 建構一些公里系統 例如說 我們現在呢 給兩個 兩個公里 那一個叫做 NOT P or Q 一個叫P 那我們就可以列出 它的真值表 那先把P和Q的所有組合 列下來 接下來NOT P or Q呢 就可以列下來它的真值表 OK 那 這裡 現在我們說這個是公里 意思是什麼 就是 這一條 這一條條件 已經確認它是真的 所以我們說它是公里 已經確認它是真的 不代表說它在所有組合都真 而說 在這個 前提之下 那 後面可以推出什麼 我們想要知道後面可以推出什麼 那一旦這個公里是真的 已經確認了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些公里 來做 推論 推出一些定義 那在這個真值表裡面 凡是無法滿足的 像這個無法滿足 所以這個10呢 其實 並不符合這個公里系 所以我們的世界就只剩下 這三個 OK 我們的 滿足這個公里系統的世界就只剩下這三個 然後呢 不滿足的列就代表違反那個公里系統 所以在公里系統裡面 不是真的就把它刪掉 先刪掉 刪掉 那 接下來呢 在這一條裡面 我們看這個 P 在這裡裡面呢 P 是1的 就只有這兩個 OK 所以如果我們要確認滿足這兩個以外 就先 先把這個0砍掉 所以就這一行砍掉 接下來呢 又 P只有這兩個是1 所以這兩行也砍掉 所以最後只剩下一個 一個列 那這一個列呢 就是完全滿足那個公里系統的 一個解答 那根據這樣我們就可以 根據這個公里 1和公里2 我們可以推出 Q 是成立的 因為它只剩一列 所以 P implied Q 滿足P implied Q 而且滿足P的 Q就勢必 是成立的 是真的 那這個就是 這個 這個法則就 跟我們 剛剛看的大潛體小潛體那個基本上是很像 只是它沒有for all 它是在不靈邏輯裡面 不是在一階邏輯裡面 所以呢 這個法則有個名字 叫做modus onus 他的中文會翻譯成肯定前見 肯定前見 我現在看的第2個公里系統叫 NOT POQ 還有P OR 這條是什麼 這條就是Robinson的那一條 Robinson的那一條 OK 所以我們來 看一下 P 它有三個變數 PQR 所以我的真值表要有 要有八行 對 要八行 總共有八行 000到111 總共有八行 然後呢 我們看 NOT POQ 為真的 是這些 有兩個不為真 POR為真的 是這些 它有兩個不為真 所以 滿足這兩條的呢 就是 就是 就是最後兩行都不是零的 就留下來 那就 這一個 001留下來 011留下來 110留下來 11留下來 所以就只剩這四個 只剩這四個 滿足 這兩條公里 那這時候呢 我們檢查一下QOR 它的真值表 會發現 QOR的真值表是 全部都是零的 所以QOR 是個定理 在這個公里系統底下 QOR是個定理 但是PORQ就不是個定理 因為它這裡是零 所以定理 跟公里 我們可以從 真值表的推演 只要它全部都是零 那它在那個系統底下 就是 個定理 OK 那 這樣來看的話 數學 到底是什麼 從公里系統推出定理 一個辦法 這當然是過度簡化 不過 大概 從不言代數 裡面我們 看到 數學 數學好像 差不多是這樣一個東西 從公里系統 去推出定理 那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說 我如果要為一個 數學 系統 建立出它的公里 我們就會問一個問題 這個公里有沒有辦法推出 這個公里有沒有矛盾 如果公里有矛盾的話 最後它根本就沒有解 也就是說 333 全部刪光 OK 那就 就完全無法推論 就完全無法推論 因為它已經矛盾 因為它已經矛盾 它 是不是完備 是不是完備 也就是說 我有沒有辦法用這些公里 系統去推出所有的定理 OK 那這就是 Hilber所問的那個問題 那Robinson 法則其實 靠的就是這一條 Not P or Q and P or R 會imprime Q or R 這就是我們剛剛寫的 剛剛寫的這個 這兩條 最後會推出A or B OK 就是 剛剛寫的那個 式子 那用這樣一條 規則呢 我們就可以 進行一致 而且完備的 互聯邏輯推論 那整個系統的法則 就只有一條 整個推論法則 就是這一條 分號 分號是and嗎 分號不是 分號代表說 就是一條規則 這是另外一條 分號 怎麼把它隔開 它是兩條 可是上面有and 喔 來 啊 那 對 就是 現在 它這一個 這樣寫 我們這樣寫的時候說這個成立 我們這樣寫的時候說這個成立 我再加一個分號 再這樣寫的時候說這個有成立 所以基本上它其實是 有and的 這個成立 而且這個成立 那就有and的意思在裡面 但是我們不會說那個分號是and啦 我們只是說 從這兩條都成立的話 我們會推論出下面這一條 但是我們一般來講不會說它是and 但是如果 如果說and 好像也 又就不太對 是這樣 用and 講and 也不是不對啦 其實是對的 只是說 我們 在這裡的話 我們是把兩條規則分開來看 中間我們並不試圖說 OK 它再加一個邏輯式關係 但是其實加上去 也是可以 好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推論法則來推論 那 比如說 我們如果有一個 有一些事實 已知的事實 把它放到公理系統裡面 已知的事實 比如說A or not B Not A or C Not Not B or C or D 我把它放到 這一個 就是以它為出發點 然後開始 看看我們可以推出什麼樣的事實 那我們使用這一條法則 那我們就可以去推 然後你會看到 你可以拿哪些來做 這個resolution叫消解 哪些來做消解 所以看這裡有A 這裡有Not A 對不對 Robinson的法則不是 只要有P 而且有Not B的部分 就會 推出Qor 所以這裡有A 這裡有Not A 我就可以推出 Not B or C 對 我推出Not B or C 同樣 再看看有沒有 某些共同的屬性 這裡 Not B or C 這裡 Not B or C 跟這個Not B or C 是一樣的 一個有Not 一個沒Not 又符合到 林辰的法則 所以呢 這個 跟 這個消解掉 之後就只剩D了 所以它就推出了D 這樣看得清楚我在說什麼嗎 所以它完全就靠一個消解 只要有A和Not A 我就把其他兩個部分拿來B 這個是消解法 透過這樣子它就可以從原本的只有三條的事實裡面 繼續推論 變成最後有五條事實 這就是一個 一個 已經很明確的推移方法 邏輯推移方法 明確 那這個 你會看到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是從公理開始出發 然後呢 經過 推論法則 之後呢 會產生定理 我再套另外一個推論 再繼續套推論法則 會產生定理2 再繼續套推論法則 會產生定理3 一直套推論法則的結果呢 就會產生所有定理 那 這不就是數學的 系統在做的事情 那如果我們 可以把推論法則 和公理都寫出來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寫一個程式 去做 這些推論 那一旦我們寫了程式來做這些推論的時候 那我們不就在建構一個自動 證明系 這個在電腦領域叫自動推論 所以電腦是可以做推論的 所以電腦是可以做推論的 而且 某一些領域 電腦做到很強的推論 什麼樣強呢 就是那個領域 所有定理電腦都可以證明出來 所以 電腦把那個領域的所有定理都給 Close 掉 那 在 這個 我印象中 大陸好像有一個人做那個二維的幾何的 自動推論 他 證明了一件事情 二維幾何的所有的 定理都可以用 他的方式 來推出來 自動方式來推出來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看到的 第二篇 數學證明 不靈代論 數的推論系統 看數學證明 那我們繼續看第三篇 剛剛已經看過的是 布林邏輯 布林邏輯系統 那布林邏輯比較簡單 因為他沒有函數 他只有變數 但是呢 布林邏輯很弱 只有變數的東西 其實 能夠做的事情不多 加上函數可以做的事情 會比較多 所以就會衍生出像 一階邏輯 如果一階邏輯 如果一階邏輯不要加 for all 和 exist 就是不要加全稱 按那個 存在這兩個特稱的話 那他就變成 未遲邏輯 那我們來看一下未遲邏輯 未遲邏輯像這樣 這是未遲邏輯 OK 你有符號是不是 OK OK 這是布林邏輯 布林邏輯 沒有函數 沒有函數 只有變數 但是呢 未遲邏輯裡面有位詞這個東西 位詞 那我們就可以這樣寫 Parent sy 然後這是 father sy father sy imply parent sy 我的箭頭是反過來的 所以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S是y的爸爸的話 S就是y的雙親 之一 那 現在我有一個事實說 Johnson Johnson的 父親 的雙親 這個是 一個例子 然後呢 如果是 S是y的雙親的話 S就是y的主線之一 那如果 z是y的雙親 而且 S是z的 主線 那 S就是y的主線 OK 他可以有地理關係 好 那這樣的系統感覺比 剛剛的那個單純只有變數的強 他有函數的概念 那在一階邏輯裡面我們就會加上 A倒過來和 E倒過來 那就是 A倒過來我們唸for all 對於所有 E倒過來我們唸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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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存在 那一個是對於所有 一個是存在 這兩個限定符號 加了這個之後就成為一階邏輯 那for each是什麼符號 for each 邏輯裡面我們沒有這個 就是for all for all就是for each for all oh 那 他們不是用for each 這個是他們是for all 那跟寫程式寫程式是有for each 但是 但是 其實 其實 數學用語和 程式用語不太一樣 好 好 好 那 這種 這種式子有一個特色 他雖然 允許 放函數了 但是 他是有條件的 他這寫for all s 這裡少一個s for all s people s moto s 那 只有這個括號裡面的東西是變數 但是外面這個函數不可以是變數 函數 是一個常數名字 所以people 你不能把它拿來說 for all 我這樣寫 我們可以寫 for all s 然後 ps s 但是呢 我們不能這樣寫for all ps 差別在哪裡啊 s是在裡面的這個東西 参數 所以他可以說可以放在for all 或者是 但是呢 這個是函數 你不能夠把它放在這裡 這是一階邏輯的一階的定義 一階 所謂的一階就是 函數 不可以拿來 當成for all 的對象 如果函數可以拿來當for all 對象的話 那就變二階 這個稱為二階邏輯 函數可以拿來當for all對象 他這個才是一階 好 一階邏輯 還是有限制的 他不是 不是說 你可以 可以把這個函數直接放進來 那所以我們可以寫 像這個 Exist as Herson as And for all Y Time y Implied can for sy 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句話很有名喔 這句話是說 存在一個s 這個s是人 然後呢 對於所有y 這個y 是時間 然後呢 can for 就是 可以欺騙 可以欺騙 SY S 可以 可以被欺騙 在任何時間 都被 欺騙 有一些人他可以永遠被欺騙 用 邏輯來講出這句話 有一些人他可以永遠被欺騙 你可以把它翻譯成邏輯式 很怪對不對 但是 好像也很有道理 OK 那這句話其實還有另外一半 存在一些人可以永遠被欺騙 然後呢 我忘記這句話 就是 你可以欺騙 你可以永遠欺騙某些人 但是你不可能永遠欺騙 所有人 OK 風間好像還有一句我沒有忘 這句是個名言 所以如果我們剛剛看到的這是一階邏輯的 的 的寫法 二階邏輯是可以存在P 可以存在P 或for all p 或for all p PS 這個P呢 是存在和for all約束的對象 那如果我們用二階邏輯來寫的話 你會發現 這三條在寫 這些在寫什麼 存在 P P PSn的Py OK 那 S是某個 變數 所以這一個是只 看不出他的真實 意義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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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P 就是 這個 這個 函數作用在S上面會得 和這個函數作用在Y上面 兩個都是真的 至少有一個P 存在 那這邊呢 for all p for all s S屬於P 或者S不屬於P 那這有點像集合論 集合論的東西 對於所有的 這種函數而言 然後 對於他的所有成員 然後呢 S要嘛是屬於P的 或S要嘛不屬於P 你不能模擬洋可說 又屬於又不屬於 OK 好接下來呢 這條就比較 有趣 這條是數學歸納 寫成邏輯是怎樣 存在 對於所有P 如果 P 0 對0 成立 P對0 成立 接下來對於所有Y呢 P Y 會imply P Succy Succy 就是 Y加1 P Y加1 Succ 是一個函數 它會把 Y 折到 Y加1 然後呢 說 如果對P Y會造成他下一個的話 P Y成立會造成他下一個也成立 的話呢 而且P0 是成立的 那 對於所有Y PY都成立 這不就是數學歸納吧 P0 所以他看起來 好像又有點用 如果他可以描述數學歸納法 那他應該可以描述不少數學上面很重要的東西啊 好 那這裡 就有問題了 因為 我們如果放到一階邏輯的時候呢 哥德爾證明他是 一字解完倍 但是呢如果加上數論系統之後呢 就會發現他沒有辦法一字解完倍 OK 但是呢 你有想過如果把他靠到二階邏輯上面他會是一字解完倍嗎 不加數論系統 二階邏輯基本上也 不會是一字解完倍 他 他 要嘛就不一字 要嘛就不完備 好所以呢 一字性 不會打字兩個 矛盾的結果 那完備性就是所有東西都可以推出來 所有定義都可以推出來 那哥德爾1929年證明的是 這個樣子 一階邏輯系統 是一字解完倍的 也就是 所有的一階邏輯定義都可以透過機械性的推論程序 可以證明出來 而且不會打出矛盾的結果 那是一字解完倍的 那這是哥德爾的敘述的 的兩種形式 的兩種形式 Every formula Varied if all structure is provable 就是說 所有 永遠為真的 的 公式都是可被證明的 那這不就是完備性 的 每個方式 每個方式 是B還是C 這個字 是B還是C 我忘記它是B還是C 這個字 幾個方式 數學 數學 就是 就是 其實 我稍微搜尋一下 詞 希臘符號的念法 看到剛剛那個符號叫做什麼 那個符號 是這個吧 Five 所以 其實有時候那個數學符號 我會忘記怎麼念 但是其實我們這樣 看著這個念 不是很準 我記得我那本維基本裡面 我有把這一段 放進去 你們沒有上過我的維基本嗎 所以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那時候上的時候覺得 我把這個下成下來 7.5枚 有點不想 我要找給各位看一下 不過 我可能要先中止錄影一下 因為 那個會看到影片 這樣的話 YouTuber會認為我欺權 所以 有時候我上課 錄影的時候會被 這個 各個版本的希臘字裡面 稍微給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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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